无论是赞成或者是反对核能 双方的理由都必须要能够说服别人 旅美电力学者陈摩新 最近在脸书上面发表 万言书反对核四 他质疑核电并不便宜 而且台电根本无法保证核能安全 针对这番说法 台电今天召开记者会 拿出数据来反驳 强调核电真的是最便宜的 陈教授认为台电的 台湾的这个核能发电的成本 之所以比较低 是因为只有反映燃料的成本 这一部分是不太正确的 无论在什么一个情况之下 核能发电的成本 都是比较低的一种方式 核能电厂的发电成本 这一部分是我们要根据会计准则来作业的 台电的所有会计资料 是都非常的可以说公开一试 那我们必须要经过会计师的签证 那也要经过 省机部的这个检查核 所以不可能有造假的这种情势